这杯酒我敬你 你慢点 慢点你 姐夫 这段饭我请你 用我人生第一次 踏踏实实赚的钱请你 虽然不是什么鱼吃海鲜 但也是我的一番诚意 真的 姐夫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没有你 就没有我袁爱俊的今天 我今时今日能够干上自己喜欢的事业 还有了可行的女朋友 全都是姐夫你给我带来的 真的 姐夫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打住啊 这个 煽情的话这 够吧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其实你今天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完全是你自己努力还来的结果 我觉得跟我当没有多大关系 我真的很替你高兴 事业 爱情 双赢 特别棒 姐夫 走一个呗 我看了啊 你那个女朋友 好好跟人处啊 可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不着调 姐夫 我不会的 以前的事就忘了吧 行 你还能知道不好意思 你还又救我 姐夫 你跟我姐咋回事啊 什么时候复婚 我怎么瞅着我姐 到现在没有松口的意思啊 我跟那个韩文文的事啊 还没处理干净 她肯定心里不舒服 你和韩文文都多长时间了 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 我不想拖 但是很多事吧 那就是 麻烦 反正我会抓紧的 姐夫 以前你老劝我 今天我斗胆提醒你一句 你千万别做自己后悔的事情 千万别做自己后悔的事情 了 你了 也不想拖着 我地气 你 Punk 你一个不懂事 艾军 来 把花放上 艾军 你跪下 妈 妈让你跪下 小白 你也跪下 老陆 云真 我来看你们来了 往年都是我和老袁一起来 今年 老袁他没来 想必你们在那头 见了面 喝了酒了 今年我把你们最最牵挂的人 你的宝贝儿子带来了 妈 您这说的什么呀 艾军 妈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 我和你爸爸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在你面前 这照片上的两个人 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的亲生父亲他叫陆振德 你的亲生母亲他叫王云真 来 给你的亲生父母磕一个头 妈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你的亲生父亲和你爸爸 还有中原的爸爸 当年在战场上 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战友 好兄弟 可惜不幸的是 你的亲生父亲 他在一次战役中不幸牺牲了 他宁牺牲前 他把你妈妈 和正在你妈妈肚子里的你 托付给我们 可谁能想到呢 你妈妈因为生你难产去世了 所以我和你爸爸理所当然地 把你收养了 你这是苦命的孩子 你还记得咱家共着的遗像吗 一整天喊陆叔叔陆叔叔 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别怪我和你爸爸瞒了你那么多年 因为我们太爱你了 我们不忍心让你过早地去承受 失去双亲的痛苦 我们希望你无忧无虑地 快快乐乐地长大 我们不忍心伤害你 你现在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事业 还有自己的女朋友 马响 你已经有足够的强大的内心 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你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 到底是谁 海君 你能原谅我和你爸爸吗 妈 你这说的什么呀 什么缘故原谅的呀 我报答你们还来得及呢 妈 你们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我哪会怪你们呀 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太不孝了 孩子 妈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你爸也是一样 你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只是太年轻了 那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 不讨气不叛逆呢 我和你爸都能够理解你 妈 来 艾君 来 带着你未来的媳妇 再给你的亲生父母磕一个头 他们知道你有出息了 长大了 他们会很安心的 他们会很安心的 妈 妈 儿子今天来看你们了 我带着你们未来的儿媳妇 来给你们磕头了 妈 妈 妈 我们挺好的 你们就安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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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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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二位新人 是啊 新人来了 小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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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儿 这以后结了婚啊 就是男人了 男人呢 就得撑起家里的一片天 这是他的职责 知道 知道吗 中原啊 我发现你一说别人是一套一套的 啊 老李啊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你可别捅气冒烟啊 老原早走了一步 不然 他今天都高兴呢 孕子 妈 今天呢是高兴的日子 对 这个 中原 老号 毛号 毛号 咱们一家子 怎么给两个新人庆祝庆祝 我跟小白商量 暂时不办婚礼了 我们俩想开家广告公司 等公司成立走上正轨 我请全家一起去马尔代夫 不办婚礼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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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那咱们今儿就先出去吃顿饭 庆祝庆祝吧 今天我觉得在家吃吧 我觉得在家吃无知无数的 生男说得对 对 那个家里饭菜可口 那英子 咱俩进去毛毛菜 行行行 我给大家做饭 我给你们当下手 我给你们当下手 我给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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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 解放 你没打算搭我这趟春风车 跟我姐妇了婚啊 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啊 我去帮个忙 这罐怎么一会就没了呢 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两罐 亲们 哥们从今往后就是有家世的人了 谁呀 你有病啊 门都快被你砸烂了 对 我叫上病 我都快被挤炸了 你能不能小点声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缘分被他家人墙壁着领证结婚了 你这儿啊 你这儿啊 快开 你看 看原本的微博 看 小点声 还骗我说去诊所 找他们去 对 咱们一起找他们去 来来来来 恭喜啊 恭喜啊 谢谢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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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干吗呀 这又怪你中间看了什么 这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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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你靠边 这个狐狸精 你干吗 原本 原本 你是被逼的对不对 我是来解救你的 他就是个狐狸精 你被他迷惑了 你们全家都被他给骗了 我今天被打死你们可 你干吗你 你们全家人太过分了 他们原家人结婚 你们跑了掺和什么 你们把火刀什么 韩文文 你知道我们两家是世交 中原和盛南迟早要复婚的 你知道你是什么了吧 你上角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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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 报110 你们都疯了吗 我才是原家的儿媳妇 他就是个狐狸精 你们全家都被他迷惑了 我今天非得跟他同盯远劲 阿玲 你个疯子 你 阿玲 阿玲 我除了你 原本 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 你有话要跟我解释 是不是 对 我是有话跟你说 你什么东西啊 你什么编剧作家诗人 你什么都不是 说白了 你就是个眼高手低自诩清高 整天爱做白日梦 不肯面对现实的人 你张牙舞爪 觉得别人欺负了你 是吧 我们不回应你 那是因为我们可怜你 不想再伤害你 阿联 阿联 你该醒醒了 阿联 我还没说完呢 别人对你好三疯 你就觉得别人喜欢你是吧 别人否定你的东西 你就大骂世间没有伯乐 别老把自己想象成流落民间的公主 其他人都是恶狼 阿联 我真心地劝你去看看心理一身 梦想有时候被击破未必是种坏事 我们都需要长大 否则我们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的 明白吗 阿联 阿联 别把你放了 你是闺蜜心窍了 他会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攻击我 都是因为他 都是他干的 你就是为了给迷惑了呀 我今天非礼毁灭你 我要跟你骗你 阿联 阿联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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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远哥 你是不是也害我 你今天要是不说 我就杀了你 你放了 他倒放架 老子什么没见过 我看他灯怎么样 阿联 你马上放架 我们走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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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不说我就杀了他 我就杀了他 放开 他 袁艾群 行 向阿联我说 你让你快点 把手刀放下 我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阿联 你把手给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你爱我 对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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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爱你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骗我 你是害我的 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你们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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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害我的 你打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艺术家 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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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爱我 我也跟你过去 行行你别去 我去看看吧 小月 你居然会更激动 回去吧 你是陈莲的朋友 是你带她到人家去的 那她有精神病的问题 你不知道吗 我只是觉得她有点怪 我不知道她病得这么严重 这事不怪我 这样吗 你先平复一下情绪 一会儿到我们公安局 做个笔录 好吧 走 你怎么回事啊 你心裡了 是否会给谁 我肯定要闭上了 你 不要打开子 你经常会被刺激了 我肯定是你 好 你都 baptism了 这我已经移交给精神病院了 给她妈通过电话 她妈明天一早门了 精神病 太可怕了 她没跟我说呀 这害得我也受牵连 精神病患者不会觉得自己患病了 就像喝多了 不会觉得自己有事一样 但是我早就劝过你 她不正常 让你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 你不听 现在人家发病进了院 你还在这儿说什么风凉话呀 我怎么关心她呀 她一个精神病我关心她 她能知道吗 我也吓得够呛好吗 我告诉你 韩文文 她今天去袁胜南家闹 你不拦着她就算了 你还跟着一起掺和 她疯了你也疯了吗 我哪知道她那样啊 我要知道她那样 我肯定拦着她呀 再说了 今天这事说到底上 还不是你们做得太过分 韩文文 你啊 你要是这么觉得 我劝你 真的 你也抓紧时间 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忠元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那今天不光你们下着 我也被吓得够呛好吗 你在这儿左一句 右一句埋怨起来 没完没了的 韩文文 我希望通过这件事 你自己好好的 反省一下自己 真的 感情不是你可以勉强的事 明白吗 尤其是不要钻了牛角尖 我真的不希望阿琳的今天 成为你的明天 我这话不是吓过你 你自己想想 我去趟上来吧 我吃一股帮你 破坏了 这股帮你切了吧 你别说πά 舊手了 广州一家私立医院接受我了 我想我要是去了广州 这房子也就空了 不浪费了 林一龙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这回可好 那好得你在北京都待不下去 我知道你愿意承担 但是我不想让你担 月月 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你就当做 这是我对你做的补偿 这可能也是我能为你做的 最后一件事了 林一龙 你没必要这样 我不需要你补偿 我已经找过院长了 我一个院长说了 假离婚这事是我先提出来的 而且是我逼你这么干的 我的处分我愿意接受 顾月你干吗呀 你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急诊护士场呢 我亲眼见着呢 那你这么一折腾 那我不白单了 那你一步一步变成现在的主治医师 你容易吗 你这中间付出了多少辛苦 我没看见吗 现在想起儿女情长了 你早干吗去呢 是 我是有问题所以 顾月 我要向你道歉 我这段时间做得种种 向你道歉 我现在想通了 我 我绝不会再去打扰你的生活 我会打心眼里面 祝福你跟邹剑 你 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挺合适的 他一看就是那种 特会照顾人 特踏实的那种好丈夫 跟我比起来 我这边太不靠谱了 真的 你嫁给他 也一定会幸福的 林一龙 你可真有意思 我用得着你跟我说这些吗 我用着你告诉我该嫁给谁 我用着你祝福我 我现在希望你回到医院 从哪儿跌倒的 从哪儿爬起来 别做逃兵 林一龙 你想好了 不管你走不走 属于我自己的处分 我一定会领 进来 上来 姐姐 没事 我不是来骚扰你的 你们公司新一季的广告竞标开始了 我是来投标的 好啊 那那边坐吧 好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策划方案 你看一下 好啊 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 你变了 是变沧桑了吧 没有 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一点事 怎么了 说白了也是我自己做的 前段时间太胡闹了 耽误了生意上的事情 结果损失了一些大客户 我们公司许多的销售精英也跳槽了 还好我及时地弥补 加上很多朋友的帮忙 现在公司已经正常明转了 那就好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不用不用 谢谢你一声来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 其实 以我对你这个策划方案的了解啊 我都不用看了 到时候呢 我们会尽快地做出评估 我让斯维迪通知你好吗 好的 还有 还有其他事吗 盛楠 咱们中午一块儿吃个饭吧 再见 不是 盛楠 就是一顿普通的饭而已 我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 咱们就像普通朋友一样 吃吃饭聊聊天 行 盛楠 你还生了气呢 怎么会 之前我在医院 是我太无理取悦了 让你为难了 我今天特意来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别这样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呗 再说我觉得你要是真的 想道歉的话 应该和你的父母好好道个歉 他们都多疼你啊 你那么伤他们的心 合适吗 是 我已经正式地向他们道过歉了 他们已经原谅我了 那就好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也想了很多 你之前说我幼稚 任性 我还挺不服气的 现在想想啊 你说得真的挺对的 子剑 其实我 盛楠 你听我说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我现在很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了 更能正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对我没有那方面的感觉 你心里还是惦记了李中原 总之 我现在想通了 真的想通了 虽然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 但是我 我绝对不会再勉强你了 不管你以后 跟谁在一起 我都会 永远永远地祝福你的 其实我特别感激你 对我的这份感情 说真的我特别害怕 我们两个人就此 就成为了仇人 老死不相往来 我真的不想那样 我甚至希望 你可以永远都是我的男闺蜜 你放心 我一定永远永远都是你男闺蜜的 盛楠 我 还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别最后问 你该问就问吧 那你 那你可别生气啊 不会的 如果你跟李中原复婚了 然后过得不好 又离婚了 我还是愿意等你的 我们 不会了 来 祝福你 谢谢 这边请 谢谢啊 不客气 说好一块吃饭你人呢 亲爱的 烧安勿躁 我这路上堵的 本丝不动 你又闹什么腰啊 我出去等你啊 月儿 你不堵车吗 月儿 来 嫁给我吧 你干吗呀 我 我爱你 我希望能够守护你一辈子 郭姐 快答应她吧 你都来啦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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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不是那两条腿都跪下 都跪下 走路 跪下 走路 跪下 只要你能嫁给我 我贵多长时间都行 写吧 写 谁给我戴戒指 好轻松 门开手 7月10号 7月20日 写滩 倒六 生死 这份检查还是比较深刻的 院长 我之前 真太混账了 自己有错不认 还跟您仇来劲 请您无论如何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是诚心诚意地 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这段时间我还想明白了 我愿意从最底层开始 郭月来找过我了 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你勇于承担全部责任 这很好 但是你们这个假离婚 这个影响确实很恶劣 你这样子让周围同志 怎么看你们呢 如果大家都这样 那国家不是要吃亏了吗 现在好了 你们都知道错了 我愿意给你们机会 我愿意给你们机会 黄医生 黄医生好 有个急诊让我们接受的病人在哪儿 在治疗室呢 我带您去吧 这边 那您姑姑是等的吗 她休假了 跟未婚夫妻环游试姐姐了 其实呀就是旅行结婚 这边 你干什么呀 出什么事你跑这么累的 没时间说别的 你知不知道郭月跟周健下午 要去旅行结婚 不知道啊 他们今天下午的飞机 那你那你怎么想的 我想问你我该不该去 把郭月给追回来 你不想追吗 我当然想追啊 我还想跟她复婚呢 我当然不愿意她嫁给周健了 想追你赶紧去 你犹豫什么呀 我来吵你就是想问你 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你说我现在要是也没事业 还盯个处分 哪儿哪儿都比不上人家周健 而且我自己 我告诉你 林一龙啊 郭月不是那种 爱慕虚荣的女人 她注重的是感情 而你跟她是有感情的 你知道吗 你的事业你未来可以有 但是你如果把郭月丢了 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 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回来 想做什么勇敢去做 这才是你 我明白了 走 我跟你一起去 上去 走 走 走 这怎么办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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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怎么办呀 那我们抄掉劲道 小心 喂 你好 您好 请问是郭月小姐吗 我是 您是哪位 您好 我是人康保险公司的 业务员 请问您认识林一龙先生吗 我认识啊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林先生出车祸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他之前呢 在我们公司买了一份 意外人参信 受益人填的是您的名字 我们需要和身下您的身份 您为林先生万一 您等会儿 你说林一龙在哪儿抢救呢 他现在什么情况 伤得严不严重 发生命中 幸福最后一局 一步一步 我都在哪里 我都在哪里 你一步一步 我都在哪里 我都在哪里 小韩姑娘 你回来了 小韩姑娘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周远 周远 她出车祸了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咱们快去医院吧 好 快去 她细宝货快上瘀了点肉 现在我觉得 这让车祸抽得值了 别瞎说 我以为我追不上你 知道吗 当我听说你跟周远耀 去旅行结婚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难过 我突然间就觉得 人生没了目标 没了笨头 也没有了主心股 我那时候才知道 你对于我有多重要 远远 你是我的家 是我的港湾 不滚吧 好不好 我知道你心里面是有我的 可不然你不会 一听说我出了车祸 就看来看我而没上飞机 这算是老天爷 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一身 我一身 中原 儿子 这怎么回事啊 阿姨 中原在那儿什么情况 医生怎么说 还好 抢救及时 捡一条生命回来 医生说了 中原全身瘫痪 儿子 你让我马哥怎么翻呢 家伯 都说话不啊 你要不正急着送我去机场 你也不会说那么大 你这事啊 就你这臭小子 这都不听话 白贾哥别喘了 不要喘了 病人现在需要二十四小时 有人守护照 你们家属安排一下吧 好吧 老大 我姐夫以后就拜托你了 来 姐 我刚下飞机 姐 我姐夫出事了 别一惊一乍的 你慢点说 我姐夫出车祸了 全身瘫痪了 怎么可能呢 我不是才 你快来吧 好 好 让我的爱 伴着你 直到永远 你又没有 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才发现 什么是缘 一生之中最难的 有一个只心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太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不管是现在 还是太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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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